刘国梁刻意扶持陈梦争夺大满贯 剔除了刘斯文的比赛资格 然而呢却忘记了背后还有着两大竞争对手了 可以说陈梦他的大满贯之路困难非常的巨大 谈到这里之前呢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点赞关注 让更多喜欢国拼还有乒乓球的朋友们 看到阿信在这视频 我们重点跟大家聊到三个点 首先呢是第一个点 为什么说刘国梁还要重点扶持陈梦 去争夺视频赛的比赛金牌 还有呢去完成大满贯的勇余呢 今年的比赛当中呢 那么在东京奥运会 只有陈梦获得了女子当达比赛的金牌 而男子当达比赛的金牌呢 是由马龙拿了下来 所以说男当比赛当中 房正东没有独贯 那么哪怕房正东视频赛独贯了 也完成不了大满贯 现在呢只有陈梦有这个机会 一旦他能够在视频赛的比赛当中 获得金牌 那么他就能够获得大满贯的勇余 这就意味着国拼队当中将会再当成一名 女拼的大满贯选手 无论是对于国拼还是对于国际拼堂都是有着重大影响的 可以说呢 在刘国良还有在国拼队伍看来 那么如今呢 女队当中啊 陈梦能否获得冠军 能否完成大满贯 这将会意味着我们国拼队伍能否刷新世界记录 能否再次创造奇迹啊 而且我们可以从刘国良他的安排当中 看得出这个扶持的倾向了 也就是我们谈到第二个方面 那么刘斯文在本次的比赛当中 他是被刘国良开除出去了 其中呢 刘国良他把上一届的卫美冠军 也就是刘斯文了 上一届19年呢 他是获得四拼赛的女当金牌的 那么本次比赛 刘斯文他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 为什么刘国良要把他开除出去 没有能够参加本次的四拼赛呢 其中呢 理由非常的简单 因为在上一届的比赛 刘斯文是成功击败了陈梦 在棒决赛当中 完成了晋级到决赛当中了 而且陈梦啊 更是在当局的比赛当中 被刘斯文打出了11比0 可以说呢 是创下了耻辱的一战了 那么陈梦说得如此的尴尬 也让刘国良看到了 一旦刘斯文去参加了四拼赛 面对着陈梦 那么陈梦大概率将会再次输给刘斯文 与其呢 让刘斯文去参赛 刘国良干脆选择放弃了刘斯文 从而呢 让陈梦他的大科兴 小早退出了比赛 那么陈梦是否会非常轻松的 可以去拿到冠军了呢 其实呢 答案并非如此 我们最后谈到第三个点 陈梦哪怕呢 少了刘斯文 他背后还有着两重困难 包括了王曼玉 包括了顺莎 王曼玉跟顺莎呢 两名女子乒乓球队的选手 被称之为女拼队当中 新一届的双子星 新一届的希望 可以说呢 两人的潜力都非常大了 其中呢 尤其是王曼玉 王曼玉呢 过去的比赛当中 接连击败了陈梦 可以说陈梦 他要去争夺冠军 肯定要问过王曼玉 另外呢 还有被称之为 00后的潜力股 超级黑马 顺颖莎 莎莎呢 他的实力 也是具备这个能力 去击败陈梦的 可以说呢 哪怕说陈梦 他少了刘斯文 这名核心的竞争对手 还有着顺莎跟王曼玉 两大核心主力 那么陈梦 能否完成冠军 能否完成大马冠呢 能否达成刘国良 给到他的安排 给到他的扶持啊 也就是没有了 刘斯文昌赛 陈梦能否独贯了 其实 在我个人看来 那么陈梦 他要去独贯 必须要击败 王曼玉跟孙莎才行 如今看来呢 随着国平队伍 大力支持了 那么刘国良 也有这个安排倾向 相信呢 国平队伍当中 一定会形成一定的协商 那么陈梦 也具备 如此大的综合实力 相信 他如果状态发挥稳定 一定可以获得冠军 完成大门贯的荣誉 为国平啊 再次刷新记录了 那么大家是否认同 刘国良 没有让刘斯文参赛 扶持 陈梦 去获得冠军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点点关注 并且转发出去 感谢大家的认同和支持 我们下期 接着分享 下期